全面检讨重化制度 违宪办法立即修法 争议未决停止强拆 全面检讨重化制度 违宪办法立即修法 财团的力量比孩子的利益还好 所以我在这里实在很痛心 我们的国家对我们为了的幼苗 一点关心 一点重视都没有 这是我们的政府吗 我们的政府只能够靠向财团 对所有的人民 对所有的小孩子 一点关心都没有吗 我在这里觉得非常非常痛心 感谢各位从全国各地来深远的朋友 我在这里向大家说声谢谢 万分的谢谢 今天会齐聚在这里 其实齐来有次 已经 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才发生的 那这个抗争 其实应该 一连串来讲 已经烽火连天很久了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我想大家都知道 这像癌末的病患一样 每天都在等 哪一天 会被拆 哪一天 没有办法看得到天亮 那很不幸的 这个案子也还没有判决确定 但是 我们上诉了之后 因为法院判决有所谓的假执行 所以重化会花了800多万 提存在法院 但是 如果我们要停止这个执行 我们必须要花2500万 才有办法停止假执行 所以我们一再要求法院 能够针对这个问题 能够正视 因为我们还在第三审上诉 而且我们的配地诉讼 现在也还在更一审 审理当中 在配地都还没有 配地判决确定之前 你怎么可以拆房子 所以我们希望 今天我们在这边 要让政府知道 我们人民的弱势 不要让这样一个 不公不义的重化办法 让这些财团或是官商 可以把人民来欺压 黎明幼儿园这个案子就是 97年才刚开始重化 98年99年都还在施工 100年土地分配结果才出来 也就是说97年开始重化 98年重化会对幼稚园提告 可是 他从头到尾 他都没有跟幼稚园的人讲说 你们的地会配在哪里 可是他却对你提告 叫法官要来拆你的房子 这个幼稚园 他真的是台湾的 非常重要的 有一个幼教的资产 所以重化它导致很多很多的问题 包括最重要的就是 它让很多真正为基层 底层民众服务的那些好的产业 就这样消失了 包括学校 所以 今天这么多人来声援黎明幼儿园 但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人 只要大家把讯息传递出去 谢谢大家 今天 黎明幼儿园 置办市地重化 它背后有一个政治的邪恶结构 在那边操弄 而简单的讲 这个邪恶的结构 就是所谓的官商勾结 台湾的土地制度 这包含了都市计划 土地征收 市地重化 还有都市更新 这四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这个土地制度 我们的土地制度 背后有一个非常邪恶的 政治结构 也就是有一只非常肮脏的黑手 在背后在主导 在操弄 而且 这个邪恶的制度 跟那一只黑手 是专门在欺负社会的一个弱势 专门为财团 来累积他们的财富 也专门在为地方派系 来让他们获取利益 然后在选举的时候 能够为这些政客 让他们获得一些票数 当我们的大法官 在前几个月 做出第739号解释文 宣布自办市地重化 有七个条文是违宪的时候 这就表示我们自办市地重化 本身是一个严重侵害 基本人权的一个制度 这个政府 还敢来拆黎明幼儿园 这代表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象征 那就是台湾基本人权的一个轮上 如果他明天来强拆 或是以后的一个日子 敢来强拆 表示说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 是不存在了 中华民国的宪法 是没有用的 原来还有比土地深收更没有天良的东西 今天是我第一次到移民幼稚园 那我刚才开车过来的时候 我又更加吓了一跳 因为我本来以为 那种自办重化 应该是在那种很偏僻的地方 所以才需要被重化 但是我刚刚过来的时候 我看到旁边 都是这些已经成熟的社区 而且看起来 大家已经在这个地方住了那么久了 这样子一个发展成熟的社区 竟然政府可以说 为了什么公共利益的理由 然后呢 把这个权力 重化权力交到这些财团手上 然后要把这整块的土地给他重化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 其实在整个自办市地重化里面 政府办的主管机关 在县市 在我们这个单元二 应该就是台东市政府 其实他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监督 甚至自衡的角色 可是他完全没有发挥 他应该的角色 甚至在就我认为 就我看到的一些东西 他们根本就是一面倒在帮财团 应该就是在昨天礼拜六的中午吧 我刚好不小心在看公共 公共电视我们的倒 然后不小心看到张局长 居然就被记者访问了 而且张局长就出面 故意表情装得很诚恳 可是其实我想他就是在指控园长 意思说园长如果是真的像现在园长 一直在跟大家传达 他如果是这么有心的想要办教育的话 那为什么在很久以前就把土地卖掉了 而且他可是他很技巧的又不去说 园长把土地卖给谁 因为就我的了解就是 其实园长把土地卖给 是现在幼稚园的长园长 那他们家还是一样 继续有他们的教学目标在办这个幼稚园 可是张局长讲这个话的时候 完全必谈这个事情 今天黎明幼稚园 大家跳出来叫市政委要主持公道 其实有一个关键在于说 听立权62条质疑其实是有规定 而且那个就是95年 这一次奖励办法在修法的时候 刻意把法律上的一个争议做了一个厘清 这个法律的争议就是在于说 一般重划区在告这个拆迁补商的时候 其实大多数的地主是对那个拆迁金额有意见 很少大概很少会去地主去有本事去 质疑重划公司查估的时候说 我这个房子到底该不该拆 因为地主既不懂都市计划 地主也不是 其实真正的地主 重划匯根本不是真正的地主 重划匯就是重划公司 所以当初市政府的责任就在于说 奖励办法 其实31条 或是还有另外一条 在前面的另外一条 在规范这个工程设计的部分 奖励办法明明就 刻意市政府有一个全责 就是要审查这重划公司 叫顾问公司画的这些书图 其实市政府在这个事件 无可避折的有一个相当大的责任 那市政府不去做他该有的公正的角色 可是都是在配合重划公司抹黑地主 然后真正该主持公道的时候 又讲一些逢良话 那我就有一个是校友的一个身份 我自己是非常的难过跟感慨 那我是这里第五届毕业的孩子 然后也就是这里创办之后 不到三年我就进来了 那我记得那时候我每天就是要做 做园长开的娃娃车 因为他是负责那个西屯县的 然后我就会小小孩吧 短短腿啊 然后就咚咚咚咚啊 园长就说要上车啊 然后我们就上车了 然后下了课呢 我就又坐娃娃车唱唱歌 然后园长又到了 我们就咚咚咚咚又回家了 那我觉得每天都是非常的开心 那我记得我爸爸跟我说 当我慢慢长大有印象的时候 我说爸爸你为什么让我读那个幼稚 他好大喔 然后他的眼神里面 他不知道这个女儿到底问这个问题是很开心 还是他到底要问什么 然后他就 他就歪着头看看我 他说 因为那是台中市最好的学校 光是周六周日 摆了个几个小时 加起来不到十个小时 然后再宣讲这个议题 我们在黎平幼儿园这个议题 然后再做声援签名的动作 我带去了两张居住争议的布条 已经是正面 大家可以看 正面跟反面 全部都是满满的签名 这两张布条上面有上千人的签名 然后在支持着我们这一个 声援着我们黎平幼儿园 我必须要讲 我必须要讲 我必须要跟台中市府讲 必须要跟从话会讲 这个议题不是没有人在关注 这个议题不是没有人在关注 你们不要轻忽这些支持 在意我们这个城市 不断的发生 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 让他 你不要觉得真的没有人在意 有人在意 真的 真的不要轻忽